明杰剛剛講到蔡文總統在823炮戰的紀念日 這個視察國軍精神喊話強化國軍的同時 事實上媒體也非常罕見的曝光了雄風反艦飛彈 是我們先來談一下目前的台海情勢 我們看到在這個昨天還是有共機 持續破壞台海中線 其實到現在為止已經超過20天 連續的這樣的一個破壞台海中線的方式 在禁擾台灣 那昨天來講8月23號 有全部正貨20架共機 中間有9架跨越台海中線 不過國防部這個數字 基本上現在把這個西南空域 也就是說台海中線南端的延伸線也算進去 否則在台海中線上頭應該是5架 那海上的艦艇還有4艘 那這些動作當然無非還是持續在這一個 要建立他所謂的這個台海的新常態 那對台灣進逼 那除了在台海之外 其實這兩天 解放軍在他的其他的沿海也持續在進行軍演 現在包含在這個東海 也這個宣佈要進行實彈軍演兩天 那其他在南海在黃海在渤海 都有各項的軍演在展開 那雖然外界觀察說 這有沒有可能跟美韓從昨天開始的 以支自由護盾的軍演有關 不過我認為解放軍就是在挑起整個西太平洋 這樣不安的一個情勢 那除了這些軍演的動作 其實我們關注到台海的部分之外 其實台灣的外離島近期還是持續受到 這個解放軍無人機的這一個騷擾 那這個中國的網路曝光了一張照片 那中間這一個拍到說 似乎是由中國的無人機 直接這個入侵到台灣 這個我們的金門 那前線這個大黨的這個鋼哨 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那這張照片後來 這個台灣的軍方也證實說 這可能是8月16號確實發現有一架 這個算是民用型的無人機 那這個入侵到這一個金門的烈雨 的大膽守衛隊這個地方 不過我們也這個全部的進行所謂的監控 不過這樣的一個利用無人機 來騷擾的一個頻率 似乎也這個越來越高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必須要有所對策來應應 那如果今天他是用民用或商用型的 其實並不難應對 因為特別是如果前提是在 不主動開火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這個台灣的國安單位 或很多的警政部門 也都配發有所謂的這一個 無人機的這種射頻干擾槍 其實這種干擾槍 這樣基本上可以切斷這些 所謂商用或民用無人機 他的衛星導航的定位 跟相關的訊號 那可以讓他失去 這一個目標可能自動返航 或者是瞬間就自己墜毀 這部分我覺得應該也要 編列相關的預算 加速來採購 就是說給外離島 有具備這樣的一個 反無人機的能力 那當然如果是軍用無人機 比較難以干擾的方式 可能有其他 這個軍事上面的作為 那除了這個之外 央視我們就講到說 開始大內宣一連串 對台軍演之後也不斷 那這兩天又曝光說 有這一個解放軍的 這一個特種部隊 那等於說在進行 所謂的突擊演習 那主要是說畫面裡頭曝光 他的一個背景 看起來主要 這個顯示了說 有繁體制標式的 類似台灣的建築 包含像什麼廚藏室 辦公室 都是用繁體制寫 那小粉紅看到這個畫面 就非常的嗨 認為說這無非就是在 對台灣演練所謂的斬首行動 不過這樣的一個 這一個不管是內宣也好 或對台灣恫嚇也好 類似的這個舉動 其實我們過去 已經屢見不顯 因為其實不要講說 用繁體制來標示 其實過去我們知道 他蒙古朱瑞河基地 甚至連台灣的總統府 都打造一模一樣的模型出來 甚至外交部 甚至連基隆市政府 都有這樣的一個相關建築 在作為演練 那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中國寄予台灣之心 其實已經國際皆知 也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 只不過類似的做法 其實當然也不是只有台灣 因為先前我們也看到 他在新疆也有打造 美軍的航母 甚至驅逐艦 甚至港口 甚至日本的1767的這種預警機 都當成模型在進行打擊 那其實反過頭來 我們台灣軍方內部 過去若有的了解 我們台灣的特戰部隊 包含像這個梁山特勤隊 他的內部演練 其實也有類似 在模擬共軍指揮所 這樣的畫面也曾經曝光 所以雙方當然都是以敵方 來進行所謂的攻防演練 那還有包含像 這兩天 當然這個蔡英文總統 頻頻走訪 這一個視察 台灣的各地的 不管是陸海空三軍的部隊 那昨天8月23號 還到這個台灣北部的 三支基地 去這一個四島一個 當然過去也未曾 對外公開或曝光的 一個海風第三中隊 所以主要他配備的就是 這一個熊三跟熊二的反艦飛彈 那主要是因為是固定陣地 所以曝光的畫面被媒體看到說 這裡頭確實有四連裝的 這一個熊二或熊三的反艦飛彈 那隨時整個帶彈 在待命 如果今天這一個解放軍的艦艇 趕這個越雷池一步 當然 類似的一個反艦的能力 也會有所作為 那台灣的這些所謂的反艦飛彈 其實這是美方一直強調 台灣要打造所謂的刺衛 之島或不對稱作戰的能力 那所以現在來講 若以這一個海風中隊來說 其實全台有總共 有六個固定陣地 那包含外離島 那這一次曝光的是 北部的三支基地 其實另外還有包含像在基隆 還有先前也曾經 對外曝光的花蓮基地 還有包含像屏東的小琉球 那在外島的部分 還有東引跟澎湖 都有類似的一個固定的 一個暗制反艦飛彈的陣地 其他的部分 左營還有包含像台中清水 還有兩個機動中隊 那總共有這些 所謂的熊二跟熊三的 這個反艦飛彈的這些中隊 未來還會進一步擴充 因為美國還出售給台灣 多達400枚的暗制魚叉飛彈 所以未來類似的一個 不管是機動或固定的 這個反艦飛彈的陣地 可能會多達10餘支 那最後當然近期 大家把這個焦點關注 放在台灣本島的安危 那當然也有學者專家 還是在警示說台灣的先前 大家外界受到矚目 有沒有可能東沙會成為 解放軍奪台的首要的目標 不過這個部分我認為 如果觀察最近 解放軍的相關作為來講 反而相較之下 因為他的兵力已經直屈 等於說破壞台海中線 朝台灣本島在進行 所謂的這個合圍的一個方式 那機艦也慢慢的來逼近台灣 等於說過去兩年 他的一個主要兵力 我們看到空中的戰機 或海上的船艦都聚集在台灣的 西南空域這個地方 當然當時外界會認為說 東沙可能有相關的危機的可能性 不過現在來講 我們看到他如果要對台 施加更大的壓力 甚至是對美進行 所謂的反介入的一個做法來說 可能他對台灣直接本島的部分 加大軍事壓力的可能性 可能都要來的比東沙 這個相對的政治價值要來的高 請教明傑 同時今天中國的媒體也曝光了 他們準備在渤海進行的是電磁戰的演訓 上一次在裴洛西訪台之後 國際媒體曾經曝光 裴洛西一路的軍事行程 中國在電磁戰的作戰部分 是全面接敗 而且放這個消息 放這個話的是從南華早報的這一個 事實上背後是中國的資金的 這一個系統平台跟媒體出來 所以這一回合 中國想要加強的是電磁戰的作戰能力 對確實 所謂的電磁戰或電磁戰 那對解放軍來講 過去比較少對外公開曝光 前一陣子這一個 就是這個裴洛西的專機 南華早報暴露說 這解放軍根本就從頭到尾都無法追蹤 特別是在美軍強大的 這個電戰干擾能力之下 那所以這次央視對外首次曝光說 他有一支 解放軍內部有一支 所謂的這個電磁藍軍 那也就是說 他是模擬紅藍軍對抗 雙方有個假想敵 進行電磁戰的攻防 那所謂的電磁藍軍 我想他模仿的不是台灣或日本 而是美軍的電磁戰部隊 那這個部分比較特殊的是說 他的這一個電磁藍軍跟紅軍的攻防 的這一個演習的位置 居然是在渤海 那渤海在這一個區塊 我們都大概可以料想 這一場電磁作戰的攻防的 背後戰場的想定 無非是如果今天中國 企圖對台動手 那北京當然也不排除 美軍有可能透過各種電磁戰 或者直取這個北京 那對他進行這樣的一個攻防 所以這個部分他也談到說 這一次的演習過程中 這個電磁藍軍也就模擬 美軍的做法 他就是釋放了大量的無人機群 其實這也符合美軍現在對中國很多的一個公式的一個作戰的戰術 那當然他這個談到說這個電磁藍軍 這個釋放非常多無人機群之後 然後開始對這一個電磁紅軍進行所謂轟炸式的電子壓制 所以讓這一個紅軍的雷達都失去這一個搜索的能力 也就是說這些無人機群根本都看不到他的行蹤在哪裡 不過經過他們的反制之後 第二波紅軍雷達終於看到無人機群 所以在這攻防過程中他也談到說 其實已經過去經過上百萬次的這個仿真的演練 那也談到說為什麼要進行上百萬次的演練 因為電磁頻譜確實這個環境是非常複雜 每一種不同的這一個波段或者是進行干擾 雙方可以組合成這個上以千劑萬劑的 這樣的一個各種不同的一個干擾方式 所以如果要去能夠有效的一個防禦或抵抗 甚至對方進行所謂的電磁反制來講 要進行非常多的一個模擬 甚至所謂的電磁頻譜這些環境的波段都要有所掌握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其實看得出來紅軍他自己也坦承 他有相關的弱點 所以這一個他的官媒也談到說 如果今天這個紅軍也就解放軍過不了電磁這一關 就打不了海仗 打不了海仗就贏不了未來的戰爭 所以也特別強調說電磁戰在未來 可能不管是美中台三方的角力上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觀察 電磁作戰當然是一個高科技能力的一個展現 不是一兩天就可以促成 我們看到解放軍真正觀察所謂的電磁戰 這個重視來講大概只有十幾年的時間 因為近期我們看到他在台海 這個出動非常多的不管是運8改或運9 把改裝的這個電子干擾機或者這個偵察機來說 其實真正運作的次數還是非常有限 他不斷的在收整台海的這個整個電磁頻譜的一個環境 這個是需要長時間累積的一個資料庫 而我們反觀美軍玩這個電磁戰 其實已經玩了幾十年 你看他的各式偵察機 RCE-135的系列就有多種不同 針對彈道飛彈也好 針對戰機也好 跟針對各種不同的電磁的環境 偵測甚至EC-130 種的所謂的這個電磁戰機也都是 那台灣來講 我們的電磁戰確實某個程度 過去來講因為受限於這一個 而美方的一個發展限制 所以電磁戰的能力其實還是急需要建立 這個部分確實美中台未來 這種看不到煙消的戰爭都有可能 像這樣的這一次裴洛西專機訪台 類似的事件也會重演 那當然除了這個電磁戰 我們看到美軍當然還是擁有一定程度的優勢之外 美軍近期針對解放軍在海上 在這一個空中對台的步步金幣 甚至在南海地區 這些所謂的這一個危險的作為 其實它也有相關的佈局在進行 特別是外界官切到說 這個中國的造艦數量越來越多 美軍的艦艇是不是不足的情況 那現在就是說先前 美軍本來要打算 這個打造數量非常多的 這一個所謂的濱海作戰艦LCS 那LCS非常特殊 它是屬於分成兩種不同的等級 像是有獨立級跟自由級 獨立級是屬於三船體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造型 那先前這個美國國會認為說 因為自由級 可能它的一個表現 或者是後勤維修的問題比較多 所以想要太除 那不過現在九艘可能太除的部分 它會這個調派到第四 第五 第六艦隊 就是這個大西洋的部分 去進行海上的巡弋 不過在西太平洋 這個美國海軍的將領就談到說 未來要保持至少六艘 這樣的一個獨立級的 這種所謂的濱海作戰艦 在印太地區巡弋 而且特別過去我們幾年也看到 這些所謂獨立級的濱海作戰艦 不管是在南海或其他地方 進行海上的巡逻 其實非常有效 特別是這一型輕型艦艇 只有美軍的這個艦艇 我們不管是提康德羅加級 或者是伯克級 動不動都是七千八千噸以上 大型的驅逐艦 那這一型小型的艦艇 非常有利於 在這個濱海地區進行巡弋 特別是上面後來加裝了 這一個NSM海軍打擊飛彈 就我們畫面看到 這一型的海軍打擊飛彈 它基本上就是魚叉飛彈 更上一個等級 雖然是挪威制 不過它因為 這個獨立級上面 它模組化的設計 所以隨時就可以把發射箱放上去 進行系統整合 所以它有兩具四連裝 這樣總共八枚的 這個海軍打擊飛彈 射程可以到500公里支援 等於說這樣的一個 雖然是小型艦艇 但火力非常強 先前甚至一度測試 把這個地獄火飛彈 也放在上面發射 然後同時配合 MQ-8這種無人機空中偵察 對它可以進行 所謂海上的立體作戰跟打擊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近期 這個外界關切說 五媒解放軍 本來對台的 這一個恫嚇的飛彈 居然飛到 日本的這一個EAZ 經濟海域裡頭 那讓日本非常的震驚 那現在中國媒體 特別是它的軍媒 中國軍網 是隸屬於中國國防部 那透露了說 最近這一個發現 這個相關的情資 日本方面其實應該不是 透過美方或台灣獲得 而是研判認為說 非常有可能是日本自己 過去研發有四座 叫做JFPS-5型的 這種所謂的預警雷達 那它總共四座 從日本的北端到南端 從青森到星系到鹿兒島 最南端的部署在沖繩南部 一個叫做月基地 這個地方 這一次解放軍的導彈 可能就是被這一座雷達所發現 而且它的設計非常特殊 雖然採取六角形的建築 不過中間有三面 有所謂的預警雷達 中間最大的一面 採取所謂的S波段雷達 這一型的雷達主要就是用來監測 這可能在東海地區 台海地區 不管是解放軍的戰機 甚至像這一次試射的彈道飛彈 那另外兩面則是L波段的雷達 可以偵測戰機跟這個所謂的巡迷飛彈 那現在未來也會最新部署 一型最新的FPS7型 那這一型的這一個預警雷達 可能就會放在西南諸島 未來就是針對 這一個解放軍的逆中戰機 殲20相關的一個監控 好我們稍後回來